因為氣候異常高溫 讓原本應該開花的柑橘類作物 現在只長嫩芽沒有花苞 甚至有些果樹已經出現枯萎情形 農會也呼籲果農應該給予灑水灌溉 以確保果樹存活 我們中寮地區差不多半年沒下雨 到處都是很乾燥 尤其對我們農作物的影響很大 像荔枝、農園 通通發起已經到了通通沒有開花 甚至還有一些柑橘 已經有的已經要快枯死了 在這邊請我們農友如果有水的話 就稍微要灌溉一下 至於柳丁的話 我們再後續觀察 它開花結果的情形怎麼樣 我們再來跟加工廠 再辦理那個企業數量的調整 而種植面積超過500公頃的柳丁 開花情形依然不樂觀 農會也會持續觀察開花情形 才不會影響後續行教問題 因為剛才今年這個情形 打到柳丁已經冷起了 很多人說來在客裡 去抽水、去壓水 結果這次也算 以前的火 像荷里門以前 結果也是水風起來 沒有煮火 所以今年要扣柳丁吃飯 可能很困難 如果目前像荷里門熟早 來看 要看荷里門吃飯 可能比較壞 一定水風起來就是沒火了 新議員唐曉芬相當擔憂氣候變遷 導致作物無法正常生長 進而影響農民生計 也希望老天爺可以盡早下雨 讓農民不必擔憂 剛好問題 今年都都是暖冬的部分 所以讓我們的水果 都不能開花 影響我們今年都未來 農民的生計 所以我說環保的問題 可能大家都要重視它 因為你說的氣候變遷 會影響到我們整個生活 很多層面 為了調節柑橘類產期 和分散市場風險 許多農民都轉動 珍珠乾和佛麗蒙等等作物 但現在只希望老天爺 可以盡早下雨 讓農民可以保有 最後一絲希望 接著了永生 中療採訪報導